说完,也不等薛阳答应,魏无羡自顾自地解开拴在薛阳手腕的透明四线,然后和蓝忘机一起走了,给薛阳留下两个背影。 回到客栈,聂怀桑和孟瑶都来找魏无羡,魏无羡让孟瑶吩咐林宝阁的弟子开始在岳阳的百姓中收集有关尝试的一切消息。 聂怀桑听到后也要求一起,毕竟如果岳阳长氏真的做了什么不好的事,他们聂氏的责任也是很大的,于是孟瑶和聂怀桑也没有在留在魏无羡的这里,都下去吩咐弟子开始走访城中的百姓,开始收集消息。 孟瑶和聂怀桑开始派弟子在岳阳城里搜集有关尝试的事情,怕尝试的人发现端倪,都是偷偷地进行暗访的。 一连几天都是一无所获,后来又过了几天,终于是有人说了那么一些。 但是,在刚开始的时候,百姓都不怎么愿意说出来,怕说了以后,这些人要么知道后怕惹麻烦,不帮着他们解决,要么就直接和尝试的人勾结,最后倒霉的还是他们。 因此,在聂视弟子和领宝阁的弟子上门暗访的时候,得到的大多数的答案,尝试很好。 我们生活很幸福,还有的是什么话都不说,直接感人,在上前就会说,你们到其他地方问吧。 我这里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往往这样说得越好的,出现的问题就越大,也在变相地说明尝试在越洋百姓中的形象不好,尝试有很大问题的。 没有办法,最后,因为要有确切的证据,才好处理尝试,聂怀桑不得不亲自出现去暗访,收集尝试鱼肉百姓的罪证。 因为有聂怀桑用镍试担保,大多数的百姓都相信镍试,所以也都说出了尝试犯下的事,也愿意到时候出来指正尝试。 聂怀桑刚和越洋城中的百姓了解到尝试的罪证,正在和梦瑶魏无羡蓝望鸡等人在讨论该怎么处理尝试的事情。 虽然魏无羡说了,交给他们镍试来办,但是毕竟是魏无羡发现的,也要和魏无羡说一声。 就在几人还在讨论的时候,就听到从外面传来打斗的声音。 魏无羡等人出来一看,就看到薛扬此刻正被人追着打。 薛扬一路带着人,跑到了魏无羡等人住的客栈,然后躲到了魏无羡的身后。 魏无羡见薛扬拿他荡挡箭牌,眼里闪过寒芒就要闪身。 狼望鸡动作迅速地一把拉过魏无羡,把他往自己的身后带。 然后警戒地看向薛扬的来处,不一会儿就见一百一人飞身而来,手上的仙剑带着寒意的剑光飞射而来。 魏无羡和蓝望鸡对视了一眼,是他。 小星辰,蓝望鸡抬起壁尘挡下小星辰的剑光,小星辰的身影也来到了众人的面前。 小星辰开口道,薛扬,你跑什么?我只是想找你确认一些事的真实性。 薛扬看着小星辰斜笑道,哦,是吗?那你拿剑追着我干什么? 魏无羡看薛扬这时候还用嵌奏的语气在说话,开口道,闭嘴。 要说话就好好的说,不好好的说话你就闭嘴吧。 随后,魏无羡看向薛扬坠在身侧的左手,在左手的小指上套着一个指套。 从系统那里得知,薛扬之所以会想报仇,就是因为这根手指。 魏无羡用下巴轻指了一下薛扬的左手开口道,你要做的事和你的手有关吧。 语气中有着遗憾。 薛扬文言,身子僵了一下,下意识地就把左手往身后隐藏,然后用凶狠的目光看向魏无羡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想说什么?魏无羡伸手拍了拍薛扬的肩膀,叹了一口气道,我之前就说过,我们要办的事可能是一样的。 你的愤怒我们都知道,但是你那样的做法不是解决之道。 薛扬眼睛发红,用狠利的声音嘶吼道,那你说什么才是解决之道? 常识在我很小的时候无故地就断我一职,难道我就不能为之讨回公道? 当然可以了,事出总是有因的,你可否说说你和常识结怨的起因? 小星辰温和的声音传入众人的耳。 薛扬不屑地道,你谁啊?管得真多。 小星辰再次好脾气地开口道,在下小星辰,是抱山散人之徒。 然后,又问道,不知几位是,和薛扬是什么关系? 蓝望鸡,姑苏蓝氏蓝湛蓝望鸡。 聂怀桑,清禾涅氏聂怀桑。 梦瑶,宜玲玲宝阁梦瑶。 轮到魏无羡岛,姑苏蓝氏魏无羡,同时也是藏色散人之子。 然后,向小星辰行了一礼,喊道,小师叔。 小星辰听到魏无羡的话惊讶道,藏色师姐的儿子,虽然没有见过藏色师姐, 但是在山上的时候也听其他的师兄弟说起过。 这时,薛扬嘲讽道,真虚伪。 众人被薛扬的声音惊醒,目光齐齐地看向薛扬。 小星辰再次开口问道,薛扬,你说尝试断你一指可有什么说法? 薛扬低头,嘴角地嘲讽依旧,然后慢慢地举起自己的左手道, 从前,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很喜欢吃甜的东西,但是又常常吃不到。 有一天,有个男人看这个小孩子懵懵懂懂的,见有人对他招手,就跑了过去。 那个男人指着桌子上的一盘点心道,想吃吗? 小孩子点头,他给了那个小孩一张纸,要他送到一个地方,送完我就给你吃。 小孩子很高兴地接过那张纸,但是小孩不认识字,就往纸钉的地方送。 可是开门的是一个大汉,那个大汉接过纸看了后,就打了他一顿,还问他是谁让他送的。 他心中害怕,指了纸方向,等他被大汉一路提着到那家店的时候, 那个那人已经跑了,桌上的点心也没有了。 他问伙计,伙计正在气头上,也打了他几个耳光,本就受了伤,现在又被伙计扇耳光。 伤得很重的,他再出了门,在路上没多久就倒在了路上。 让他送信的男人看到了,直接让车夫快马加鞭地朝他奔去,他只来得及躲过身子。 但是车轮还是狠狠地从他的手指上压了过去,小指直接被碾成了一滩肉泥。 薛阳摘下纸套,把手伸到众人眼前。 那本该是漂亮的手,现在小指的位置却是空空的。 在小指的那个位置上还有一小节短短的发黑的骨头。 所有的人都震惊了,魏无羡皱起了眉,这节发黑的骨头在当年就应该去掉。 但是薛阳一直留到现在,那么在薛阳的心里是多么地想要报当年的仇。 这时,魏无羡朝蓝望鸡看了过去,蓝望鸡的眼里也是同样担忧的神情。 前世的时候,小世家的面门惨案都是温朝命令温氏弟子杀的人,而薛阳只是被温朝留在现场当幼儿而已。 但是一直以来,被传出来的都是薛阳一个人在干的。 也因此所有听到消息的人都认为怎么怎么地饿。 在这之后,薛阳与温朝等人又杀了常氏满门,薛阳依旧被留在现场。 但薛阳也只杀了常氏的家主常慈安一人,但是传出去的灭人满门的依旧只有薛阳一人。 常氏的常平因为在外花天酒地,也因此躲过了一劫。 他回到常氏的时候,看到所有的人都被杀了,收拾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就出了常氏。 在常氏附近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一直到有一天,在街上瞎逛的常平看到天真又正直的小星辰在帮助百姓,就起了心思。 既然这人这样的天真,那么自己让人帮自己也是可以的。 于是,常平就故意把常家的人说得有多好,要小星辰帮助报仇。 小星辰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也没有调查就答应了下来,也就有了之后追着薛阳跑的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有有望角色。